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牛的品种 管理的好坏 还有这个行情都决定着这个收入的高低 按现在的行情说 农户家养一两头繁殖母牛 一头牛产生一万多的利润也很正常 因为它的饲养成本很低 一般也不会出现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是租场地 然后草料全靠买 在故人喂的话 喂上十来头繁殖母牛 那个平均一头牛利润就低很多了 要是在管理不好 出现点伤亡 甚至还会赔钱 所以说通行不同利 就是这个道理 像我这边这个情况 场地是自己家的 这个草料都是自己出力弄的 就一个包装成本 然后每头牛 就是补充一些精料的费用 再加上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 一头牛一年差不多也利三四千块钱的费用 按现在的行情 像我这个牛的品种 四个月左右的牛族一般都卖到一万元以上 按照算下来 差不多一头牛一年可以产生 八千块钱左右的利润 但实际应该是到不了 因为不可能每头牛保证一年一个牛族 养石头母牛 一年能产生九个牛族 就已经算是管理比较好了 所以说养石头牛一年能产生多少利润 真的不好回答